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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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鱼 我是小鱼 大家好 我是小鱼 记得2018年 那是刚刚开始拍视频的第一年 第一次参加比赛很紧张 后来我们拿到了名次 我还记得和大家一起在直播间 感动得流眼泪 这样子的场景到现在为止 还另一奈目 今天是小鱼第三年参加西瓜Play的活动了 又来麻烦大家帮小鱼在今天的视频下面 去点赞评论发弹幕 从我一世开始 我爸妈就是以出海为生 后来我们也把这样的渔民生活 用印头一路下来 拍视频没有多长时间 我爸妈就开始反对了 他们以为我们只是好玩 当真的每一天跟他们风吹日晒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不愿意了 他们觉得一个女孩子 好好地搬不上 跟着他们每一天出海 辛苦又没有出息 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完全都不知道日移 拍视频是为了什么 再后来很多人都来问小鱼 你们出海的海鲜怎么样买 很多的不靠海的人 都很难吃到好的海鲜 我妈妈他们的海鲜 多的时候又卖不出去 后来我也慢慢地找到了方向 让更多的人认识海鲜 把好的海鲜送到大家的手上 刚开始拍视频 完全只是一个意外 从来都没有想过 那样的意外 会成为我的主页 拍视频 比我想象当中的 真的难了很多 风里雨里都要出海 从开始的好玩到后面的店店 再到现在的热爱和责任 我热爱每一次出海前 看到日出生起的希望 热爱每一次满赖而归的喜悦 热爱可以有能力 领着大家去保护海洋 更加热爱自己 受到别人帮助后 变得有能力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小鱼是一个幸运的兔城宝宝 没有大家任何一个人的 真实和帮助 都不可能有现在的鱼小鲜 三年了 谢谢爸爸妈妈 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老公的默默付出 很荣幸能遇到你们 小鱼明白 所有的支持 都不是用一句谢谢 这些就可以完成了 小鱼一定保持初心 取之社会 用于社会 不辜负每一个支持小鱼的你们 马上就是中秋节啦 小鱼在这里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愿大家所有的人 中秋月圆 人团圆 都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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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 没有人